大家好 欢迎回来《望向编辑部》节目时段 今天是2021年1月27日星期三 下周时间 今次由我许刘山 还有我们的纽西兰 波罗仔 以德台阳 大家好 澳洲红仔饼 真bc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还有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马来近 各位网友好 请大家赞我们这段影片 最重要是订阅《望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正香煲浪冷气》三个YouTube Channel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点赞 有些网友来问我 你有没有听过德国救生艇 还是想叫我买一只游艇 我说不会买一只游艇 怎么拍呢 《猪手》我就知道 大马sir 《救生艇》就不知道 猪手我就知道 《猪手》 关什么事 德国咸猪手 咸猪手 还有啤酒 腸仔也好吃的 不可以吃那么多 腸仔是腌制的 酸菜 我曾经跟朋友去德国的餐厅吃 我叫了德国酸菜再配面包 因为我不吃猪手 唯有这样吃 其实都可以的 我可以跟酥吃 我可以跟肉吃者同桌呢 其实都没什么问题的 又不需要顾虑我太多的 有些人说 哇 那就很惨了 那些酸菜和面包 我不怕 其实都乖的了 只要你吃得开心的话 不要管什么 开心就可以了 好了 我们今集又说什么呢 德国就不是什么救生艇呢 那又搞什么出来呢 原来有个人呢 他的卓号就叫做 滑鼠娘娘 这个滑老鼠的鼠 Mickey Mouse娘娘 是什么事呢 这个热狗来的 滑鼠娘娘 没记错的话 他以前就是反对这个 网络23条 这样 很久了 很久了 这些很多世纪的东西 那我们讲什么事呢 当年称热狗最美的那个 但是 是吧 最美得这样 大家不要意图或者试图去search 这个梁仲晴是什么样子 一会儿你留言在那里骂真必思 又是什么我吃不下饭 又是什么隔夜饭 都要吐出去 不是 我说是热狗捧他 不关我事 现在不要理热狗也好 或者黄狗也好 他们好像前世没见过女人 这些这样的 是吧 我们来 这个游慧症都说 哇 女神啊 太棒了 这样 一蟹不如一蟹 都可以 就是这样 这个扩纵情呢 我都尝试都不理 他的样子太多了 那刚才 甄BC说了 他们是热狗出身 热狗 被人觉得都是 热血公民 就是那班 热狗有什么勇武抗争 烏合之众 不知所谓 粗口烂舌 这些 就说 就是他们 踢劫 还有就是 是 甄BC 踢劫 踢劫 就是这班这样的人 跟着这班人 就不要 因为为什么呢 有人被我看到一个 什么叫做 这个叫做 曠仲 情 就说去了 德国 漢堡 漢堡那里 留学 就跟一些 去年 就跟一些叫做 德国学生 发起什么联储 就说要要求德国政府 就因为香港的港区国安法方面的问题 要制裁中国 哇 厉害呀 还说 要想一下 向 要争取 什么叫德国救生艇 那我心想 咦 那时候呢 公民党呢 他们想选立法会的时候 又说过一样叫做 欧盟救生艇 还是 这样一样的东西 咦 那为什么突然间又拆了一架出来 是不是 救生艇计划 好像是 是的 就是跟欧盟讲到 要整个叫救生艇计划 要打开 这个什么大门 就让香港人 有一个逃避 港区国安法的 叫做 逃生之门 那当然了 这班人 没得做立法会议员 或者不需要再去 争取什么议席的时候 这些呢 那时候说得这么迫切 又说要尽快 一句都没有 杨岳桥那些都不知道去了哪里 所以证明这些人相当虚伪 你又说 要不停和大家说 说到都要记得了 一定要揭露这些人 那好吧 这个滑鼠粮粮粮呢 就是不要以为 因为他现在穿了一套衣服 就是那些 G2000买的那些呢 用来上班的衣服 平均地的那些呢 就是穿了一套这些呢 因为整个人斯文了 正经了 没有了以前那种热狗 就是那种门门嘎嘎嘎 缩缩缩缩的那些热狗 跟着那堆 梳又不剃 MK没有 应该说的 MK底层那些 底底底底底底底层那类 那些街边蹲在那边的那些 蹲在那些 最低端的那些 没错 那些男男女女青年 不知道蹲在旺角一边 又不知想怎样的那些 就是那类了 我们在说的 那现在穿了一套衣服 整个人都不同了 那就去了这个德国的议会那里 就举行这个叫听证会 就讨论这个叫港区国安法的议题 整个都不同了 没有了那种狗徐 他跟着有 厉害 这些想模仿罗冠聪那些 就是什么呢 他一开帮我致辞的时候 就说他发起这些联署 出席这些听证会 这些举动已经 已经告诉人听 我是勾结外国势力 已经触犯了港区国安法 相信已经没办法回香港了 他都没说拘捕你 没有啊 什么都没有啊 他自己乱幻想出来而已 或者他现在做这些行为就是拨港区国安法去通缉他 其实最尴尬就是那个位置 咦他又做了这件事出来 但是又没说通缉他 又没说要用港区国安法来拘捕他 如果呢 这个时间对他来说是很自我的 他又不能 当然现在读书都不怕了 如果以往后他又想留在德国 但是又没有一个名正言顺的方式 就是没有港区国安法好像鹤罗贯聪那样呢 那就糟了 半天掉了 那就唯有都是要回香港啊 如果在德国混不着的话 那就回香港啦 如果不是的话 回到香港有麻烦啊 如果回到香港才拘捕他 所以现在他都挺担心啊 所以现在呢 直接提了抢了 喂我已经犯了港区国安法啦 快点啦 通缉我啦 是啊快点啦 差点被自己的额头坐着通缉我啦 那接着呢 一般他这样说一下这些人 香港就不会理的 如果他真的很想争取这个被通缉的权利的话呢 他就真的要去实实在在地勾结一些人 例如勾结一些逃犯 好像有哪个逃犯啊 罗贯聪那些啦 实实在在去找他们 王台仰啦 打卡啊 拍照啊 或者帮他买点东西啊 那就有正有句 说你有资助过他们啦 是不是 有正有句资助过那些逃犯啦 是不是 是不是 找这个 傭买利息的 捐款就是购买利息的 钱是吗 是呀 帮王台买异购的那些 他那时候说我五十粒了 可不可以度一下 我要五十粒 是啊 要做一些实际的事 声音 有什么 显示到你真是有跟一些逃犯勾结 这样才有机会,叫做有表面证供,可以有个理由去通缉你 他是想争取被通缉,现在是 所以要托个头出来,我在这儿啊,那些帮傻瓜帮我啦 他说自己的命运,相比起香港,热血自由 随时面对牢狱之灾的香港人来说,小毛见大毛,你都知道吗? 是吧?走出去呱呱吵,在那儿假装英勇,这些定型是怎样的 很老实,你在欧盟那些已经听过很多次,或者有很多不同的人 他们都讨论过港区国安法的问题,例如什么引渡协议啊,这样那样 也都相当之久,都无需要理这个什么差事,滑鼠凉凉过去说 不用你说吗?你过来读书而已,是不是? 接着这个梁仲晴还好笑,他说香港已经正式成为准警察国家 抗众晴,不好意思 抗众晴,你说这个是准警察国家 你是不是跟许晴打脸呢?因为许晴说已经是警察国家了 我觉得可能是军队国家,因为他们不是有热血少年军的吗? 我真的不知道去了哪里,他那时候有个军机处 是的,军机处,其实就是卖产品 那个军机处就是卖产品的摊位旁边的摘桌 然后就有一张摘桌,然后他自己就坐在那里 立刻热狗的首领汪洋达,坐在那里 然后还有一包领茶 他就说面对大规模的那个监控 又说月初的时候那些很多民主派的领袖被捕 又还好笑,他说建制派疑似想在这个课室 装闭露电视,监控教师的言论 你是不是弱智的?这个很老实说 幼稚园就应该可以的,其实 就是年年基本的那些都不知道 你是不是信了那些什么什么sir 那些出来说,哎,我们要整顿教育街 那些,这些太弱智了,这个叫做抗重情 就说我弱见人士的户口被冻结 又说什么网站被封锁,还是怎么样 那他就继续说,那个会上批评 还有批评这个欧盟和中国 原则上诚意了这个叫做全面投资协定 喂,罗冠聪和那些什么sir 已经一早说了,还轮到你了 这些全部老了罗冠聪的招数 认为这个举动是欧盟对北京拱手相让人权问题的谈判筹码 选害了欧洲在人权议题上的信誉 这些人呢,抄罗冠聪说的那些东西 抄来在欧盟在那裏办这个叫做 出席什么听证会那些 他当自己是好几样东西的混合体 那些什么何韵思 何韵思那时候都去过美国参加听证会的嘛 但是传统热狗很討厭这些人的 他们是抢食嘛 他应该都脱离了越久的那些了 越久的那些太废了 废到直接都没人看没人听了 但是他们又是一个生存的议员 郑松泰 他好像分了家的 热血公民和热血时报 这两样东西 是分了家的 明治上好像差不多了 但是实际上已经是抹开了两条战线 那边有他们继续烟烟掌气 首领啦 那边就是 那边没钱 你没理由要郑松泰 一个人那份粮子 养了成家的嘛 那份粮子是他的嘛 所以一开始选完之后 就立刻割一只 没错 这个很棒 喂 郑松泰养他家里那两只狗 养这些热狗啦 是啦 这些小子 烂小子来的 白痴 热血公民那些白痴 还穿着勇武抗争那件衣服 快点拿去抹地啦 是吧 你看 郑松泰啊 你家里两只狗都不理你们这班人 代表什么呀 你们热血公民 过时啊 其实已经 是狗都不如 哈哈哈 就连郑松泰在家里的狗都不如 你们这班人快点走啦 这些废物 这些 是吧 唉 接着又好笑了 我们说到避风港的问题了 什么 他说 香港人呢 知道了 自由的国度呢 会支持他 啊 支持你都可以的 精神上支持你咯 实际上要支持你呢 这个 好老实啦 那为什么 大家 像台阳金啦 和真BC啦 两个 他们两位住的地方 那个税务方面 都是比较重一点的 你想一下 为什么 我交了这么重的税 要养你们这班人呢 是吧 没理由的 绝对是 是 因为你们说 没有了表达 什么自由表达的意见 什么 的权利 你将国旗倒插这些小学鸡行为呢 郑松泰 嗯 就是因为没得 就是没得做这些事情 就要离开香港 没得说光是 就要离开香港 減弱智 没得唱 没得唱荣光 就要离开香港 有什么这么重要啊 是不是 你都瘋了 那他说 自由国度会支持他们啦 香港人呢 将可以 将会怎么样呢 可以有创造力啦 热情啦 和银力 继续维护香港人 基本的权利 和民主体制 喂 那些什么 什么民主体制 他们搞那些啊 什么臨时议会 不知道在哪啊 三文井那些 是不是 就是为什么其实不搞呢 我们都拆开一点点 说 很明显就是呢 分门分党分派 如果现在呢 那个叫做三文井呢 再隔个头出来 搞得更加行 这一堂事的话呢 只要有人反抬 我们今天其中一节都说了 就是那些什么 不是真的跟你揽炒吧 是吧 整个人冲完 砰 就这样炸到你了 那我们继续讲 你说什么香港人创造力啊 什么热情那些呢 这两样东西呢 你要转化到成为 叫做经济的动力呢 对于一个地方转化到成为 经济的动力呢 才可以啦 其实台湾都有的 还有些媒体 有些叫做政治人物那些呢 就说 喂 你是不是应该要 对香港人要多些支援啊 还是怎样啊 这样那样啊 那我见到有这些人的 政治人物的人 有这样的Facebook post 有什么都好呢 其实下面有些人的留言 都挺搞笑的 或者很说得出个现实的状况 就是说 喂 那你会不会打开你家的大门 去接济这一班人啊 不会 当然没有回复啦 他意思是 为什么社会要养他们 是 还有一样就是说 咦 当时假如 就是 每个地方的历史不同啦 例如台湾那样 咦 台湾在争取民主自由的时候 那香港人有没有帮助那些什么呢 是吧 当然没有啦 走难过来的那些应该没出世 嗯 是 所以 这里就得淡笑啦 你说要什么帮啊 又是怎样啊 说到 要多些支援啊 又是什么过来读书啊 那样那样呢 人家可能会想 喂 我们个个都咬着牙筋 自己给钱 家人给钱也好 还是怎样都好 吃个便宜的饭也好 还是怎样都好 因为 这样捱过来 你又跟我说 哦不是哦 要照顾这些人哦 那不如为什么不照顾他们的钱 给我们呢 或者减学费呢 啊 为什么要养他们呢 这个是完全 其他地方是说不通的呢 对不住 当地的人 是这样的 就是那些人民 是的 嗯 那现在他怎么说呢 他说希望促请 德国政府方面 就为香港人提供这个叫避风港 就是有些避风艇啊避风港那些计划啦 他说哦 希望可以被香港人呢 就无需签证底下呢 就入境这个 德国居留 现场毕业的签证呢 去到24个月 他说 啊 昔日香港呢 曾经是一个避风港 现在 香港需要一个避风港 这些人呢 证明他都挺不熟书的哦 那在会上的 一个德国的官员都在说 喂 其实香港人呢 现在基本上呢 是不需要签证呢 就可以入到这个德国境的 即使用特区 用特区护照 其实你已经入到来了 不需要 这个真的相当弱啊 他说如果放宽香港人呢 那个叫做居留的规定呢 那同时其实已经为香港人那些 记住了 听着了 学者 就提供了奖学监 也都欢迎他们来德国工作和居留 那就记住了哦 是在说一些学者级的人马 并非那些暴徒 可能连英文都没识得齐的 都没说到两句的 就说要 不好意思啊 学者包括陈云老师啊 他应该都OK的哦 他在 新博士 那时候 应该都没问题的 就是他那么疯了 就是一件事 不够弱的嘛 哈哈哈哈 是啊 现在这些什么陈云呢 不知道他去哪里 就是还没识呢 还没识呢 还没 他久不久都会在网上那里 写一些痴症的 哈哈哈哈 黄天激杀 大鹏这么似的 是吧 作法啊 那些是吧 快点作法啦 你那些黄天激杀 我不知道你弄低了哪个 一个都没 对你深仇大恨那些呢 那些什么委里议席那些呢 那他都可以说的 他说哦 那现在呢 为什么他总辞 全部这样 拘捕了五十多人呢 就是我作法 作出来的 哈哈哈哈 什么都可以啦 你这样是吧 那也都 继续说啦 他说由于呢 这个香港 那这里呢 我觉得就相当过分 是这样说的 香港警队 镇压和平示威 这个呢 我觉得 完全是不认同了 这些德国方面 就乱说二十四了 那就说啦 其他议员呢 都说对香港的问题呢 那都是那句啦 表达呢 惯着 就是这样解啦 有议员呢 就说会反对呢 这个中欧的全面投资协定的 那我们这些呢 记住啦 政治人的东西呢 我们先听着先 就是他说的东西呢 和他到时投票 和他真真正正正在议会 要做一些决定的时候呢 可以是两个人来的哦 看到吗 当时呢 罗冠聪啊 和那个珠穆仔呢 去见美国那边的时候呢 他说到呢 已经是大家 差着还没流马尿了 双勇而哭 哎呀 我们为了香港人呢 一定会打开这个什么支门 差着还没哭了 就是烧王子 斩鸡头 那些 哦 那他好像 他是基督教的嘛 还是天主教 珠穆仔 那这样 是牧师 不好意思 是牧师 这个就是一件事 我也是一个形容 就是那种 双方 对于那个世神匹圆的那种感觉呢 是强烈到这样的嘛 哦 谁知道呢 真是卖牙投票的时候 突然间有一个反台 是吧 怕滲透 那就没有了 Tek Cruz 那大家都还记得他啦 我们之前都做过一节 而且他之前都是说 一定撑你的结果 最后就是他 说撑你的结果 投了反对票 撑你不住 是不是 撑不到啦 是 那现在呢 这些什么差事呢 这个抗重情 那就得淡少啦 这些加上呢 这些叫做听证会呢 其实大家都是一场做台戏 给大家看的而已 那我们去到这一节呢 都要讲一下了 啊 真是不明白了 为什么那么多呢 这些弱智呢 真是更相信他 哇 好耶 这个呢 代表我们香港人 真是好耶 迟了一定制裁他们的 这些呢 他们将那种白公联署呢 没有了 你当这些就是白公联署那样咯 有人跟我说一句 有人认一下我呢 那就很开心的啦 就是对着个树窿说话 那树窿有回音 他们都很开心的啦 那现在来着这个啦 我们就当得淡少啦 又说什么叫做 完全抄回罗冠聪那些模式 看一拨一拨 可不可以有人支持他 那些呢 不过我都是 看到都相当失望的 就是还有那么多人 都是说同一句话 觉得很高兴啊 有人会为他们发声啊 还是怎样啊 哼 哪有啊 发什么声 他自己发疯的有 是的 或者 接下来看看还有什么动作 再搞下去呢 这些都是 纯粹一个政治show來的啦 不过最可怕的 都是做一些傻仔信啦 好 那傻人那些呢 暂时讲到这里先啦 今次多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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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